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天气又热到很难受了 而且不夸张的说 有一些朋友晚上开冷气睡觉还会热到流汗 是的 我国现在正吹着西南季后风 天气才会这么炎热干燥 气象局总监谢尔米在接受马来报章Cosmo访问时表示 从5月开始的西南季后风预计会持续到9月份 那么在这段期间 全国大多数地方的降雨量都会比之前来的少 不过气象局总监也提到 在炎热天气的同时也有出现所谓的风暴线 特别提醒半岛西海岸沙拉越北部以及沙巴西部地区 偶尔还是会突然被狂风暴雨袭击的 除了多地都出现了酷热天气 根据婆罗州邮报的报道 气象局也向沙拉越的斯里阿曼和明都鲁地区发布了一级热浪警报 而西马半岛的吉兰丹瓜拉吉赖 彭亨劳雾 文东 淡马鲁 马兰和云冰也被列入了一级热浪警报的地区 所谓的一级热浪警报指的是一个地区连续三天的最高气温 处在摄氏35度到摄氏37度之间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 气象局就会发出一级热浪警报 由于下雨的次数会比平常来的少 所以现在一些州水开始烦恼了 哎呀 水源供应可能会不够的问题 比如说在槟城咯 主要供应州内水源的穆达河水位已经降到安全水位以下 所以 槟内郎现在是有必要要节省用水了 槟州水工机构今天发文告指出 今年1月到6月份 槟城每天平均的用水量多达8亿8千700万公升 那这个数字呢 相比起去年同个时期的8亿7千700万公升 是增加了1000万公升啊 那槟州水工机构也指出 2023年的槟城人均家庭用水量是每人每天284公升 而2022年 全国平均用水量是每人每天237公升 邻国新加坡在2023年的人均家庭用水量是每人每天140亿公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意味着 槟城人 槟内郎在家中的用水量比全国高出了接近两成 更远远的超过新加坡人 用水量是多出了100%呢 所以咯 槟州水工公司列出这么多数据 要传达的讯息 大家应该都读得出来吧 很简单 他们想说的是 槟内郎平常的用水量 比起其他地区的大马人 甚至比新加坡人用的更多啊 所以在这个时 非常时期 如果要比内郎省一点来用 应该是办得到的 对吧 那水工机构在文告当中就促请比内郎